跑又不夠人快 飄又不夠人高 丁又不夠人軟 那 怎麼辦 那 私生和飲食 你這麼健康 大家都練得這麼多 為何你狀態這麼好 你是不是有什麼新的練跑秘方 我最近在試生和飲食 很熱的 不過每個人都留意他的減肥效果 其實近年很多運動員都會用他 來改善運動的能力 哦 Keto diet 好像很厲害 說多點來聽聽吧 我也是上網找的 不如我們一起聽聽 香港體育學院運動營養 及監控經理蕭佩琳 Frankie的專業講解 就是他的碳水化合物的攝取量 是要佔全日的熱量 是少於5% 又或者是每日低於50克的碳水化合物 而脂肪 差不多到70至80%的能量 是來自脂肪 新同飲食的人士 他們因為那個食物 是需要食高脂肪的食物 所以在飲食上 他們通常會選一些 肥肉 又或者是一些高脂肪的海鮮 比如三文魚 甚至乎是一些煙肉 水果 他們會選牛油果 油份方面 可能會放鬆些去用 甚至乎是一些堅果類的食物 一些種子 都會是一些高脂肪食物 在新同飲食上 很多人士都會選擇 原來新同飲食是這樣的 大幅減少碳水化合物的攝取 分解脂肪成酮 做能量的供應 例如馬拉松和三項鐵人 選手需要大量的碳水化合物 做能量的供應 新同飲食合不合這類的運動員 好像2018年1月 英國賽艇運動員 就以29天的成績 在大西洋創下了新的耐力賽艇紀錄 比前紀錄足足快了五天 他就有提到低碳高的飲食模式 另外不少運動名人 例如Ironman六架的世界冠軍 大衛史葛 和英國單車教父布雷斯複雜 都親身實行 其實聽到挺有趣 新同飲食我都想試試 不過這些大日 每天一陣子都會有新的說法 都是的 我都是試驗階段 以及不知道合不合自己 不如看看Frankie有什麼意見給我們 為何運動員會選擇用新同飲食呢 其實通常都有兩個原因 第一原因就是 因為用新同飲食的話 可以幫助運動員 很快可以落到榜 由於食物限制者太多了 變成在我們的熱量攝取少了的話 其實對於體重控制 或者減榜會比較容易了 其實脂肪的熱量 屬於一些高熱量的燃養素 一刻的脂肪有九個卡奧里 一刻的碳水化合物有四個卡奧里 如果是我們身體裏面 是用多脂肪來作為能量的話 變成我們身體 就可以製造多些的熱量出來 或者能量出來 變成我們的耐力的表現 就會提升了 留意盡量在食物方面 盡量選擇一些 比較高些的好脂肪酸的食物 如剛才所說的堅果 深海魚 一些的橄欖油 甚至鳳油油果 這些屬於高的好的脂肪酸的食物的話 在他們的膳食上面 我會建議去找醫生 又或者是一些專業人士 譬如營養師 去問一下 究竟他適不適合吃生酮飲食 因為生酮飲食未必適合 每個人去吃的 總括來說 要吃新的飲食方法不是問題 最重要是正確地了解 減少誤解 認識了之餘 還要了解是否適合自己 如果有需要的 都是要請教專業人士 可以了 走了 就這樣嗎 好